台积电近年海外设厂遍地开花 美国、日本、德国都是设厂标的 日本熊本厂在今年2月正式开幕 预估年底量产 然而早于日本宣布设厂的美国亚利桑那州厂 现在却成了台积的痛 台积电在2020年5月就宣布有意在美设厂 2022年底 台积电正式在美国亚利桑那州举行一级典礼 除了台积电前后高层 还有美国总统拜登 苹果执行长库克 NVIDIA创办人既执行长黄仁勋 AMB执行长苏兹峰等美国重要产业大咖都到场 然而原先美国厂预计2024年底量产 目前确定延后到2025上半年 这之间传出供应链、缺工、文化冲突等问题不断爆出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呢? 多人联想的因是台积电与美国工作文化差异造成的 台积电在美国最大的职场评价平台Glassdoor评价3.1颗星 比美国以血汗者称的Amazon3.7颗星还低 台积电美国常爆料时有所闻 包括每天工作12小时 周末轮班 觉得台湾同事很爱无故加班 轮于表面功夫 甚至说台积电是地表最糟的工作场所 纽约时报和Tom's Hardware近期的报导也指出 台湾管理者和美国员工因文化和价值观冲突感到挫折 一些美国员工无法接受高强度工作要求 如半夜被叫回去上班而选择离职 导致亚利桑那州长2000多名员工中 有进办事从台湾派遣来的 这一切都是台积文化跟欧美文化大不同惹的货吗 检视台积电 英特尔 三星三大厂在美建厂速度来看 都比原定速度慢 台积电亚利桑那州厂 从2024年延至2025年上半 英特尔俄亥俄州厂 从2025年延至2026年底 三星德州厂也从2024年延至2025年 根据美国安全与星星技术中心今年2月的研究也指出 美国晶圆厂建设速度是世界最慢的 其研究调查1990年至2020年间635座晶圆厂建设情况 从开工到投产平均时间为682天 美国平均为736天 远高于全球平均 仅次于东南亚的781天 相比之下 台湾、韩国和日本建设速度分别为654天 620天和584天 日本速度可说相当惊人 报告指出 建设晶圆厂有7项关键 而这些条件下 美国叫台湾好 报告认为 美国最大问题在于监管上 由于美国独特的联邦体制 建设需遵循国家 州和地方政府法规 导致监管过程异常复杂 此外 严格的环保政策也对晶圆厂建设构成阻碍 那你觉得台积电美国亚利桑那州厂进度的类 最大的原因是什么呢 欢迎底下留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